近日 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 尊义舰 咸阳舰 巴雅纳尔舰等舰艇 赴南海某海域 展开连续四天的编队对空对海等 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全面提升舰艇遂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编队刚抵达某海域 主炮对海射击训练 迅即展开 巴雅纳尔舰率先发现海面目标 各舰组成单纵队占领射击阵位 进行急火打击 由于海区气象较差 把标时隐时现 一直难以稳定跟踪 巴雅纳尔舰光电号手杨顺峰 沉着应对 及时调整跟踪方式 这次编队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自主发现 自主攻击 不仅考验指挥员的临机判断能力 更考验舰员的协同配合能力 海面敌情刚解除 空中敌情随即发布 各舰作战指挥室内迎频闪烁 各站位迅速研判当面海空态势 辨别空中目标 在连续四天的演练中 舰艇编队分别完成对海突击 联合防空 联合反潜等 数十个科目的训练 我们瞄准强敌对手 紧盯战场射拿射线 战斗力得到了稳步提升 战训实现深度偶合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紧扣训练短板落下 紧贴作战关键节点 积极探索战斗力生成模式 不断第三部队打赢能力